左甩右甩 外送員在車陣中12行送餐 還有這起事故 外送員騎到路口 明明已經先左看看右看看 還是被另一名外送員從側邊撞上去 騎車肉包鐵加上送餐搶快 外送員車禍案件頻傳 交通部公路總局擬定安全指引 可能會將外送員所有的違規記錄 回傳給外送平台 雖然還在研議當中 但引發外送員強力反彈 提供給私人企業去做運用 全國外送產業公會質疑 外送員又不是職業駕駛 卻要受到更嚴格的24小時監視 實在不合理 對此公路總局強調 會要求平台業者篩選時間 我們把資料傳送給外送平台以後 他再去篩選出外送員的上限時間 然後針對高風險的外送員 去加強我們的交通安全教育訓練 其實按照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有徵道 超速或違規回車的行為 就要背棄一點 另外蛇行 B車甚至闖紅燈 則是計三點 而交通安全指引擬定 外送員三個月內被計三點以上 就要進行機車駕駛教育 完訓才能再出勤 感覺是不太合理的 因為這是我們個人的問題 然後還要被 因為這樣子 然後還要受公司的懲罰 沒有查到很清楚的時候 就做停捲這個動作了 外送員擔心工作權受影響 不過確實有民眾覺得 不少外送員有危險駕駛的行為 因此怎麼取得平衡 如何執行 或許還有討論空間 TVBS新聞李亞南 張英科 台北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